那就算了 反正传出去 那民众的事干我什么事 是这样吗 好来 这个是在那个5点多版本 NDC那个版本 直接转过去的时候 遇到的状况 很严重 它就是会有这个网格 那资讯中心这边 就是常常接到 你们的来电询问 就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 所以我顺便这个机会 跟各位说明一下 原则上你用6点多的版本转 就不会有了 但是如果你还是用 5点多的版本 尤其是NDC的版本转 这个还是会在 好那其实这也没那么难 它就是拿掉就好 这网格在这 它在上头的格式 格式它是页面的工具 所以你就到格式里头的页面 上面这个区块老师讲一下 其实LibreOffice 就跟我们的2003版本的Office 那个Word几乎是长得一样的 它的工具上面就是这样 一排一排的 一条一条的工具列 点了后的选单会打开 这跟以前旧版的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每一个选单的安排 是有逻辑性的 主要是要放进来的 通通在插入 里面本来就有的 要去改格式 改大小改颜色 都会在格式 听懂吗 它们其实有个逻辑在的 然后比较特别像 合并列印 然后像一些比较特殊的功能 它就会放在工具 所以它其实很好拆 它的位置很好拆 久了就跟它熟了 那我要讲的是 在格式里头的页面 格式的页面 您点进去 进来之后 最后一个叫文字网格 这个其实就是格线 你知道后面的那个格线 那在Word其实有 只是我们Word没有开它 所以就看不到 可是这个转过去 在Libre很奇怪 它就会有 那没关系 就把它拿掉就好了 所以这边下面 这有一个格线显示 你把它拿掉就好了 拿掉之后指定 指定就是套用的意思 你看就没了 然后你们在用LibreOffice的时候 要习惯 有些字词 我们很习惯已经被 我们是温水煮清 各位知道吧 对 为什么就一定要用 什么确定跟什么 套用 是不是 黑美 我们就觉得它套用才是对 没有 你要指定也不错 这样听到吗 它有些词会被改掉 像这个 它这一刻是不是复制格式 萨把刷 在Word里头的复制格式 有没有 现在叫什么 我先确定 上面这个网格你也可以显不使用 也无所谓 不使用就全部都没了 其实重点就是下面这个不要开就对了 确定 它就没有 来 这一刻叫什么 以前是不是叫复制格式 萨把刷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们知道复制格式吗 蛤 没事 我都没讲 等一下重来 重教 好 现在叫格式化拓制 就它名词会很怪就对了 挺好笑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教育要被告了 所以它会把名字想办法弄成都不一样 好 这个大家就是原谅一下 好 来 没关系 我打到重教 我会让你们的Word 不对 我会让你们的Writer 完全不一样 好啦 来 所以刚刚那个格线 那个OK吧 把它记起来 这遇到的几率最多 尤其是你们是NDC的版本的 一定要注意 这一定会遇得到 好 好 来 那我们就开始讲 可以 请说 可以预测它 不要有 转过去就不行 转过去就不行 人家NDC就帮你 帮你开好了 你看多贴心 自己关 好 好 来 继续 那就是现有的bug 那个就已经既定的 好 好 好